大家好 又有詩健章給足球貼士的時間 這次推介的足球貼士都是關於日本的賽事 不過不是JLead 是日本聯賽波的八強賽事 這場賽事大家要留意 在中立場的比賽場地打 所以主客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以及形勢大家要重新評估一下 最近日本球我追著一對球來參加 就是集訪江薩多 這對球近期都可以說是弱過弱水 近這六場賽事一場球都未贏過 總共失了15球球 上次對名古屋鯨魚止血了 0比0 不過就是近六場賽事第一場沒有球 這次對手是對上幾天前 他的對手是橫蚊水手 那一場球其實主場都輸了 潔達泰比橫蚊水手 輸了1比4 這次對手都是橫蚊水手 他其實為甚麼會推介這場賽事 橫蚊水手的攻力真是強得不得了 這五場賽事 不好意思 是總共入了14球那麼多 雖然他失球都失了8球 但是他的攻力是非常之強 他直接前鋒 祖利亞其實 著火了 所以你問我 習慣江薩多 其實近來的成績又不是那麼好 防線又不是那麼頂得住 那你遇到橫蚊水手 我覺得都沒有甚麼運行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場球有機會90分鐘 就已經分了勝負 因為其實上場他有 主場之利都頂不住這個橫蚊水手 這次到中立場 沒有走雞的了 我覺得橫蚊水手就應該實勝無恥 你看回主客和的賠率 橫蚊水手其實都接近有兩倍的賠率 其實都抵賣 和球是4.15倍 但是我想開和球的機會都少 應該都是90分鐘後分到勝負 那我就重複一下我這次的貼士 這次其實在日本聯賽杯8強的賽事 就真是很簡單單單 橫蚊水手客勝 希望開到差不多有兩倍的客勝賠率 給大家贏了多少 其實除了我之外 聖母和老闆蚊鵬都會有 其他不同的賽事資料和 心碎提供給大家 希望各位球迷在週中 繼續贏回當少 下次再給我一些 好波和好貼士大家 拜拜